跟著大戶走 財富一定有 我是李思錦 歡迎收看大戶羅盤 籌碼動能 我嘛 動足先機 動能掌握機嫌 大家好 我是謝忠林 歡迎收看今天 籌碼動能大戶羅盤的盤 夥伽們視頻 好 我們再看盤 大盤今天中場上漲94點 歐利器漲0.65點 那投票跌深的反彈 首萬七嘛對不對 不過這個好像沒有守住 今天首盤是16993 成效量2271 投票其實就這個指數來看 我的看法是 其實也不用太過去分析它 因為大環境的狀況是沒有改變的嘛 美國的公債基本上還是在怎麼樣 已經衝到2.88去 有點88去的話其實這個潛流美國的這個狀況 都沒有 其實它是沒有改變的 那沒有改變的話台股 其實說真的它已經算強了啦 好不好 已經算強了啦 那算強的話其實指數 我現在不是我跟大家分析的重點 因為 你說這個時線沒站上 月線沒站上 所有軍人都沒站上 你說這個地方什麼大多頭什麼的 我認為說這個還言之過早 這個地方它可以個股表現都不錯了 好不好 個股表現就不錯了 所以就指數的部分我認為還是一樣啦 就是你跟個股分開看啦 你不要哄我一談啦 你不要認為說什麼指數 哇指數實在太爛了 指數太爛了嘛 就是這個OTC嘛 OTC基本上還 它還屬於比較活潑一點的 OTC 這種走法 這種走法 就個股表現就好啦 但是呢 但是你說這個看起來這麼鳥的指數 啊是不是股票都跟這個指數一樣 很糟糕 不是嘛 完全不一樣 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喔 因為是 其實就這部分我的看法是一樣 就是你看個股就可以了 好不好 看個股啦 因為只要不是崩盤 只要不是那種什麼哇 什麼幾百一點這樣摔的 其實 市場派的那個金主持戶 他們都還是會做啦 就是做那個什麼 做那個有題材的一些題材股啦 好那我們先看先看這一支啊 先看這一支 這是1605的滑星 滑星 今天滑星 漲高9.9公分 基本上就漲停了 漲停了 就是 這個 很早就 漲停板了 漲停板 有沒有 今天19號 現在你聽我講滑星已經 有沒有 滑星又不是忽然生出來了 你幹嘛 這一天嘛 這一天4月13號 我們就有跟大家分享了嘛 就是 就這個部分 就是有沒有 他今天42.75收盤對不對 我10月13號是32.55買的耶 而且這個還穿價耶 扣出去的時候都跑到32.15去耶 我想說 欸怎麼一扣出去就往下掉 這裡啦 一扣出去就掉下去了 掉下去 這一定買得到嘛 然後再來怎麼樣 再來他就鎖起來 那鎖起來的話 當然我們有先出 我當天有先出 當充出掉一半喔 另外的另外就沒有理他 沒有理他的話 到今天頭部門一張就10塊錢 已經10塊價差了好不好 10塊價差了 然後也跟大家提過 為什麼 其實你要去想 為什麼股票他 股票會漲 他一定找到一個理由 這理由也許你現在不知道 但是他後面 他一定會有故事告訴你 那其實這個故事 我在節目上 也跟大家分析過 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部分 他這個2億美元入主 印尼礦礦場 那這個部分 其實他跟青山一起搞的 就是這樣 公司在轉型 綠能趨勢 然後呢 電池用的鎖 儲能電池 也就是說什麼 不要再把它想著什麼 電線電纜 什麼不鏽鋼 不是啊 那些東西其實 短線上可能會漲一下 但是上不了台面 你真的要大漲特漲 或是說整個法輪要買單的話 他一定是公司要做一個 磁的轉變 好不好 磁的轉變 那磁的轉變 全球目前最明顯的趨勢就是 電動車嘛 那不是電動車啊 那電動車 那電子車得天蟹啊 所以呢 那電池的那個原料什麼 三原理電池 不是那磁嗎 磁孤猛嘛 磁孤鋁嘛 磁孤什麼蛙溝的嘛 本來就是磁嘛 所以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他跨路 電動車最上有什麼 最關鍵的材料 就是磁的部分 所以就是紫的轉變 就變這樣子 變這樣子 砰砰砰砰砰砰砰 幾根 六根 六根基本上全部都是紅黑棒 昨天有稍微混一下啦 昨天說一下我還沒出啦 那今天 那今天哇 又扭到一隻什麼 扭到一隻漲體 對 那昨天鬼混的時候 對 鬼混的時候 啊 換誰表態 昨天鬼混是 是 遠金表態嘛 太陽人嘛 原金我今天把它出掉了 因為他早上 早上看起來蠻弱的 早上漲200點 早上漲200點 他這個點都沒過 四星點把我沒有過 這蠻奇怪的 怎麼那麼弱 反而買成這樣子 應該是一開就要開上去 結果他是盤後才出啊 但是 沒有盤後才拉上去 但是盤後拉上去 我早上已經出掉了 所以就是 有啦 還是賺錢啦 不過 他收盤還是漲兩毛而已啊 但是我要跟大家提的是什麼 我現在 原金這個我們也跟大家分享過 看過 反而報告對不對 那看過反而報告的話 第一季0.5嘛 第二季 第一季0.1嘛 第二季0.5嘛 今年 他們剛剛加一加差不多2.4 2.5嘛 跟 安吉差不多嘛 安吉差不多今年2.7嘛 那反而報告就50塊 那50塊的話 他們說50塊 真的你一定要等到50塊才要出嗎 還是4748這邊已經接近目標區了 我坦的那一招啊 不是 我是做比較比較穩的啦 反正就是我有賺的對不對 在目標區這邊對不對 我有賺我的錢 我就先出掉 然後再找下個機會 好不好 反正就今天的重點也不是在原金 重點是什麼 重點在早上這次漲停板啊 不是 其實漲停嘛對不對 心情心情愉悅嘛 剩下的那個有賺對不對 小菜的先收一收 這次比較大條的繼續放著 好不好 反正就是滑心喔 漲高10公分 價差已經拉了10塊錢了 那原金今天也先把它出掉 今天也把真頂出掉了 真頂啊 重點不是說它不好啊 真頂我覺得它不錯啦 不是說它不好啦 可是最近電子股普遍比較弱 電子股普遍比較弱的 那普遍比較弱的話 前幾天有掉到月線下了 掉到月線下又彈起來 我先走走也好啊好不好 等它站回月線上我再來 應該沒錯吧 同朋友 多多股票基本上又多多在月線上了嘛 對不對 月線下基本上就是有點破線嘛 一般如果說有強力 應該說啦 有人要顧著股票 不太會破月線啦 不太會破啦 那跌破月線 但是這個股票基本沒有不錯 所以呢 所以我那時候也沒有出 反正就是你彈起來 回到我成本了107.108 這邊我把它出掉 好不好 這支沒輸贏了啦 同朋友 其實我要跟大家提 有就是你看我節目 當然 同步老師的節目都這樣子啦 但是我相信我跟別人比 我應該算是比較誠實的啦 好不好 我做什麼就跟你講什麼 我的股票基本上差不多5支左右 我不會買什麼2、30支 然後對1、2支在那邊拚命講 我股票不會那麼多啦 因為我也沒有空那麼顧啦 反正就是 我跟你講的股票 我自己一定敢買 好不好 我自己不敢買的股票 我不會叫你買 我也不會跟你做示範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就是像這個部分的話 像這個 都是有題材嘛 就是有法人有債嘛 法人有債 然後法人有買嘛 然後呢 月限是上了嘛 然後今天就元金出掉了 增鼎也出掉 好不好 但是這個同朋友 這是我沒出喔 美食我沒出啊 為什麼 同朋友 我們剛剛是不是講到 增鼎前一天有破先對不對 他有破下去 然後那大盤跌的時候 他就錄下去了 那他要錄下去的話 同朋友像這個啊 他這個美食 你有沒有發覺一件事 他月限守得很穩 月限守很穩啊 而且公司很偏多啦 同朋友會一直參加這種論壇 就是公司派是偏多的啦 應該沒錯吧 公司派也偏多啊 同朋友其實他如果說 跟真理比較起來就怎麼樣 跟真理比較起來就是 就他一直守的月限啊 不是 他沒有破 不管大盤怎麼爛 或大盤怎麼震 基本上他月限是手數 然後那頭性是怎麼樣 頭性基本上也沒有出 也沒有出啦 老朋友如果說我要跟你講 跟你做生意的話 我就跟你講一些漲停板的股票就好了啦 像這個就是我持續看好 都持續跟你講啊 甚至於像我們剛剛跟大家提到 有沒有 像這個啊 我一開始跟大家提說 我們把那個開發金換到花心 開發金當然我出掉之後他也不會動 有沒有 我那天有沒有講說 這支股票賠兩毛 這支啊 輸兩毛嘛 對不對 這一天32.55然後賺兩塊嘛 我用輸兩毛去換賺兩塊 那不是 對啊 所以 投票中股票不是說什麼 每次都會賺啦 就是你大賺小賠的結果 只要整整體來看是賺的 基本上 你一年下來 長年下來 基本上你就會賺錢啦 好不好 所以像那個我們前天有辦活動 也有學院那會說 誒 那個穩潭的 拜託穩潭的 穩潭你就要參加 官職音保釋的會員啦 啊不就參加 責公老師的會員啦 那也要參加投股老師的會員 投股老師的會員 投股老師的不是行啊 不是行啊 多多少都會賠到錢啦 做那個 一定一定會有小迷死的嘛 對 越有殷勤圓缺嘛 馬有亂提嘛 搞不好 所以這樣就是誒 輸兩毛 輸兩毛去換賺兩塊 結果呢 現在投股老師這個 一半賺兩塊 另外一半呢 有沒有賺十塊 搞不好 所以投股老師有時候就是你資金哦 資金控管的部分哦 資金的移的部分 就是 你自己可能要稍微去拿捏一下啊 然後這圓圓圓基本上是賺了嘛 真頂真頂 這沒什麼輸贏嘛 美食美食也差不多啦 這有在我城本區附近啦 但是這是股票應該會漲吧 因為我知道有一咖 蠻大咖的還在買 這個啊 這個大物質無比 沒下啦 投股一直買來買 今年可以 去年賺五塊五嘛對不對 今年 我看所有報告都寫賺九塊多耶 都接近十塊耶 所有報告啦 沒有一個報告寫低於九塊的耶 大家都寫九塊錢耶 九塊錢 明年呢 十三五塊錢 十三塊錢多啦 好不好 它反正有四個產品嘛 那個血癌藥跟那個戒毒藥 你可能用不到嘛 對 血癌藥跟戒毒藥 那個離我們太遙遠了 因為我們沒有吸毒 不需要那個東西 血癌 我現在大家 大部分人都身體健康 也不需要任何東西 對 但是呢 但是什麼減肥藥 壯藥 這個應該蠻有市場 那中央藥就西醫師嘛 剛才我問我同事 我同事說西醫師他吃過 哇 他給我冰冰冰 聽起來好像 好像是有市場啊 好不好 也就是 就這部分的話 其實如果說以生技股來看 我個人認為像你說 像現在在漲什麼雪塘基 那種雪塘基就是當年的什麼耳溫腔嘛 對 剛才不是 當年疫情一開始起來的時候 蛾溫腔不夠嘛 所以蛾溫腔那什麼晶片股 那種大漲 漲完之後呢 現在全部都回到之前原點還往下掉 對 然後現在那個什麼 什麼快篩世紀 快篩世紀就是當年的口罩股嘛 拜託 快篩世紀就需要什麼 是多高 拜託 黑的當年的口罩股啦 這一段時間漲完之後就沒有了 啊 股票很多都 莫名其妙拉一倍 那本錢很快都漲一倍了嘛 頭信也沒有買啊 法也沒有買啊 都是一些 主力在買啊 主力在買的話 漲一倍你拿去追哦 啊 有沒有 漲完一倍再一倍嘛 那個是屬於趨勢比較可能啊 那種 我的看法 我不會追那個東西啦 但是如果說你就整個 聲音的股來看的話 這一種不是很穩 這種籌碼就很穩嘛 籌碼就是錢嘛 買人這樣子 買人這樣子 現走人這樣子 這個 我的看法是公司很偏多 還是可以留意來 其他像這個長榮啦 跟這個要 排行店要定價的 這個哦 反正後面表態再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好我們做個結論啦 通告其實資源指數有漲有反彈 但是呢 就反彈而已嘛 兩千兩百多位 你還覺得他會大漲特漲啊 不會啦 是去年是四千億嘛 對不對 現在只剩兩千兩百多而已耶 兩千兩百多位大漲特漲 漲到一萬八 比較好 不可能啦 他能撐住就不錯了啦 好不好 真的要漲也是下半年的事情啦 能夠你懂我意思嗎 真的要真的要什麼 你說啊 我要看指數漲才有行情 如果說你是這種看法的話 那我都跟你講 你可能要下半年 那個下半年七八月來看 可能才會比較感覺 現在呢現在 他就這個實樣子 因為 公債資源還在漲嘛 公債資源還在漲的話 錢就是一直在跑為美國啊 不是這樣子嗎 錢跑為美國的話 他還沒跑 他還沒全部跑完嘛 還沒全部跑完的話 五月這個地方又要升息 五月要升息還有什麼 還有縮表 所以呢 市場上的資金會怎麼樣 市場上的資金是變少的 那變少的話 多數的資金 留在牌面上 多數的資金 他只會追逐什麼 他只會追逐少數強勢的個股 所以追逐少數強勢的個股 就是你要去把 那些有機會漲的股票 把它找出來 好不好 我跟大家分析的 不是說什麼 一定漲什麼的 沒有啦 投票只是漲的機會比較大 他漲的機會比較大的話 之後來驗證看對不對 我講的 基本上是我做的嘛 你覺得欸 欸 夠實在對不對 可以相信 我們就來合作看看嘛 你覺得欸 說真的說假 你就繼續看這個夢啊 你就去看節目就好啦 反正我就繼續亂嘛 就繼續看嘛 不是都這樣子 所以我跟大家提到什麼 來操作的方法 操作的方法就有獲利 那就有下一次 但新法一樣 跟著打虎走才不一定有 喜歡陪寫的話 可以點個訂閱 按下喜歡鈴鐺 我們節目更新喜歡 第一時間退播通知你 我今天會分享到這邊 從馬動足先機動能 掌握之前 祝大家每天超好順利 明天見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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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